因为刚刚我们设定好了之后 我后来试了一下 因为我本来装三个不行 然后就装了64就可以 理论上 因为这可以找得到 安装的时候 因为你在装office之后 它会有64跟34的版本 所以有的时候 当然你装的时候自己最清楚 如果不知道 反正就这样 两个都装 OK那怎么知道 有没有装你的驱动程式 控制台里面 这边有个叫什么 系统管理工具 ODBC 这个 那你可以看驱动程式 有没有我们的那个 MySQL的driver 那如果你装完之后没有 可能要把它关掉 因为刚刚我把它开启 我们看一下 这个驱动程式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 它帮我装好了 这两个 MySQL的ODBC 我们刚刚装的 不过呢 它有两个 一个是ANSI 一个是unicode的版本 这两个是unicode 如果是你的资料库 是unicode的话 那你就unicode连接 如果你是用那个ansi 就是像我们 比如说那个中文的话 用big file 早期的那种 这个是旧的 不过一般 如果是微软的东西 用ansi 其他大部分都unicode 如果你不确定 你可以试试看 反正如果没有乱码 那用那个就对了 你可以先试unicode看看 然后相关的讯息 包含它的版本 还有说呢 它的日期 公司的话 你会发现 MySQL 它现在已经被 那个oroco 给买下来的 所以未来也有可能会 慢慢变成 本来是自由软体的 可能也许未来会变成 不自由软体 或者是叫做付费软体 OK 那目前的话呢 它是所谓的自由软体 OK 那这边的话 大概第一个 驱动程式先灌起来 那像之前我们 SS不用灌 是因为它本来又有了 所以不用灌 OK 所以 当未来如果你们公司 或者是你遇到的资料库 是有比较特殊的话 那很简单嘛 你就网络上找一下 那家公司的 ODBC的驱动 关起来之后 反正这里有驱动的话 那ADO 就可以帮你去连线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先确定一下 有没有驱动程式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们怎么连线呢 再来就切到那个 我们上个礼拜的部分 那我这边 是 把问题01的这个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 我叫做MySQL 那里面大概我需要完成 总共五件事情 五个动作 第一个是 新增单笔看看 新增全部 单笔可以 那全部应该没问题 再删除旧的资料 再把它从 因为我已经把它 全部新增到MySQL 所以再从MySQL 查回来 再把MySQL里面的资料 全部删光光 所以基本上会练习到 SQL 语法里面的 insert into 就新增 查询的话就select 删除就delete OK 所以其实就刚刚我们在 MySQL里面练习的一些 那只是说本来 当然直接在MySQL 练习是不会有问题的 可是你要怎么样在 Excel里面 也可以传递 那个SQL语法 给 MySQL 帮你做一样的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第一个新增单笔 那这个地方 我已经把它贴到云端上 所以 主要是新增单笔这一段 其实 我会呼叫一个什么 共用的 程序叫做 利用ADO新增资料 在这里 那这个东西 其实是从那个 之前的SS 所来修改的 那我改了什么地方 基本上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原来的那个 MyCon 有没有 Provider 这个Provider 其实就是 刚刚你在驱动程式里面 看到的东西 就那个连线自串 那位置的话 就是说哪一个资料 这个SS连线的方式 那如果说你要改成那个 就是连那个 MySQL的话 有没有发现 Driver 等于 刚刚有没有 在驱动程式的那一段叙述 不过呢 如果你这个东西 当然插一个字都不行 不过我好像发现 那个大小型 应该没什么关系 这个其实 我不是自己打的 我是去哪边找的呢 其实是 之前好像跟各位介绍 那个网站 www.connection 其实我是从那边查到的 Connection Street 这边 ConnectionStreet OK 好这个网站 然后呢 里面一定会有最常用的 像 MySQL 这边有 那MySQL里面连线方式有这么多 那我是用 odbc 这个 就是Connect 就我刚刚下载那个驱动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 有没有 这一段程式 那其实我是把这一段 直接复制 贴到我们VBA里面 它就可以work了 OK 所以基本上 以后管它是什么样的资料库 只要是在 那个什么 ConnectionStreet里面有的 其实基本上有这么多 什么 甚至像 IBM的AS400 这都有 再奇怪 InfoMix 这个也有 这个应该很冷门的 像 IBM的 DB2 这些都有 所以其实应该 最常用的大概就这几个 有没有 排名在前五名的 就是这几个 所以你只要把前面这五个 每一个连线方式 都搞懂的话 哇 那以后的话 应该很多地方 我想用在工作上 用起来就绰绰有余了 里面的话 当然我们买Seql 就是用这个 Connect这个 点进来 其实我是把这一串 复制 贴到我的 VBA里面的这里 做一些修改 改哪些呢 Database 我叫问题1 OK 刚刚见的 User是root Password1234 后面 那个什么 Option 这个是3 不过这个是3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可能你们再查一下 因为我是直接 取用 那个 就是上面的 至于这个Option 什么意思 可能再查一下 一般有可能是 存取的方式 还是什么的 OK 那连线成功 驱动记得 在我们那个什么 我有把它放在我们的 云端上面 那记得是抓 那个64 这个 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安装 应该会 反正下一步 下一步下一步 就装好了 装好之后呢 再来试试看 那我们来试一下 程式部分 我已经写上去了 那我们来先试试看 如果是新增单笔的 这个 然后单笔的话 我是抓最下面这一笔 然后呼叫什么 呼叫我们这个 那基本上 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 其实你可以 设个中断点在这里 或者按F8 如果最 最容易出错的 应该是这一行 如果这一行可以过的话 那理论上 连结 买Seql 就不是问题了 OK 我们来试一下 MF8 过了 那表示怎么样 连线了 OK 再来怎么样 组那个Seql语法 现在Seql语法没有 就这个 Insert into 这五个栏位 value这些东西 就分别是ABCD 就是最后一笔 丢过去 Execute 如果没有问题 那就写过去 OK 然后呢 End sub 最后怎么知道说 有没有成功 其实你可以到什么 MySeql里面 这边有没有 去点它一下 这边就一笔了 叮叉叉 就我刚刚丢过来了 过来了 没问题 那再来的话 你可以新增全部 新增全部的话 不过刚好有同学 这个把姓名当key 如果key的话 就是说 就是不能重复的 所以不能重复的话 也许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好像没有加key 还是怎么样 我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是直接 可以在